呦好的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嘿好 那么在这个上一集打完巨人 以及那个叫什么来着咒复者之后呢 我也是拿了那个冰之钥匙 在这个 在这个 给大家看一下吧 在那个巨人陨落之森呢 除了冰之钥匙 除了打开去咒复者的那个 牢房的那个地上 就是什么什么 打开那个咒复者的那个boss 那个点呢 还有两个地方可以用到那个冰之钥匙 一个是 一个是在这个位置 在这里有扇门 这扇门本来是关着的 然后呢 可以通过这个冰之钥匙打开 但在这里面现在过去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 诶 这里居然有个宝箱 我没有开 我都忘记了 我说为什么耿总是少拿了什么东西 重生戒指 重生戒指呢 它是 装了之后可以 提升自己的HP回复量 但装了之后我就 把奴给卸了 就没什么卵用的东西 然后在这个 这边好像是 过来之后啊 那边有扇门 然后这边可以出去 出去之后 在这儿有一个 有扇门啊 这扇门是 就是展现王者的证明 这个是要打 打败了那个 一个大boss之后 才能打开的 现在来是没有用的 然后还有一扇门呢 在那个 还得返回过去 还有一扇门 在这边 就是有个小 小兵埋伏我们的这个地方 在这儿 有扇门 本来是打不开的 这扇门也是用冰之钥匙打开 然后在这里呢 往前面走 就会有非常多的这种 龟龟 就是那种 忍者神龟 然后呢 在里面 有一个小场景吧 相当于 我也是转了一圈 算了 今天再给大家打一圈吧 在这儿埋伏着一个几兵 我也防止自己 没有漏掉什么东西 没有拿 因为这种 龟龟 它伤害很高 但是实际上 我们用这个 这个 那个这个 鸡腿的话 抽它只要两刀 因为像我们这种棍棒 对这种重甲单位 是有额外的加成的 所以伤害非常的高 打这种龟龟 其实这种忍者神龟 其实没什么压力 当然之后会遇到 其他这种忍者神龟 是另外的一种 忍者神龟 用这个棍棒打的话 就稍微有点吃力 其实还好 但是到时候 用这种小鸡腿 不能打的话 我们有另外的方法 鸡腿神教 之所以是邪教 哇 还有这一招 太小看它了 哇了 受苦了 先喝一口 先把旁边那个 捣乱的那个人 先弄死 不然我讲解 先把他弄死 不论你身材多大 大还是小 都只需要两下 哦 我靠 之前我自己来的时候 就是没有受过任何的苦 就是随便摸两下就摸过去了 然后这边有个 好像是有个尸体 还有个宝箱什么的 还在哪里 忘记了 在这儿似乎 我在看有没有什么隐藏墙壁之 但这种 这种原始的地图 就是那种非常古老的地图 没有带有魔法的色彩的地图的话 应该来说是 没有什么 这个墙能砸开吗 没有什么 这个隐藏墙壁之类的设定 我不知道 反正反正 探了一圈没有 因为这个地图之前 没来过漏掉了 打完这个巨人 直接就去聚火塔 来我做个高端操作 然后这边出去呢 其实就是一些龟龟 还有一些 这种忍者神龟 还有一些 这个小杂兵 主要还是乌龟比较多 像这个房子里面 就是房子里面 你被外面弓箭手 射得不行之后 房子里面 其实就有一个乌龟 在这边等着你 如果你没有 这种时候 你没有入鸡腿斜叫的话 打这种乌龟 其实是比较费劲的 因为 因为这个 你用这种破剑去射 打这种乌龟的话 掉血非常的少 起码得A个五六刀才行 但是呢 有了鸡腿 一切就不一样了 然后这里的话 是个坑人的地方 前面有个斧兵 然后还有一个 这个厘手兵 藏在后面 然后在 这种地方 应该没有什么隐藏墙壁吧 然后这里呢 有一个 有个人可以拿起来东西 不是什么值钱的 然后你把这边 这个翻滚开 这里有个人留了一个言 叫翻滚万岁 挺逗逼的 然后在这边 把这个门打开 先把地面上清理一下 房顶上再好再去 这边有一个乌龟 他这个 其实不太好翻滚 其实不太好翻滚 就要勾引他出 这招 然后 再上去抽打他 两下就 直接就打死了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 发呆的士兵 这里还有只乌龟啊 基本上就两个刀 就是两个刀 这里也没什么东西 过来什么都没有 然后这里有个尸体 里面好像 反正这里拿的都是些什么 不是很有用的东西啊 没什么用的 类似于什么 碎裂的石头啊 那碎裂石头好像是可以给小鸟换东西的 然后这儿可以上去 但这里上去的话 小心好像上面有两个 这里有个宝箱 宝箱的话是什么来着 好像是一套衣服吧 猎人的一套衣服 然后还有一把这个混 这里可以拿到一把 叫混种大剑的东西 混种大剑好像是 也是比较 比较强的一个东西 就这个 混种大剑 它是 敏捷 和力量都需要的东西 它有灰砍 然后重击的好像是 双持的话 好像是可以 穿 好像有个突刺的东西 不是很清楚 没用过 嗯 也是一个比较强的东西 然后这边 这个梯子可以上去 上面的话 就是两只乌龟 但是 哇靠 差点就走不下去了 然后我们就 这一跳一下 过去的话 可以上面有两只乌龟 正常的情况下 遇到这两只乌龟 你就被打得爆头熟 但是现在 刺痛有的鸡腿 人生就变得不一样了 就大个子 只要两下 专制各种 体型庞大 然后这里呢 也是有个尸体 可以有些装备可以拿 然后这里的 就没什么东西 那这里 基本上就是 就是这样吧 好像 我没有漏什么东西吧 还是说这里 应该有个元素碎片 还是什么 我忘记了 不记得了 还说有隐藏墙壁之类的东西 没有啊 没有就算了 那么 我们就直接就 不浪费时间 直接用个 捏个骨片 这骨片其实 其实没什么用 其实不用省啊 基本上不太会用到 就算如果你要 到了那种 平凡到处赶路 刷图的时候 你也不会缺那么点魂 好 我们回到如蜜 但我觉得 我记得 我觉得 打到这个时候 应该有三个元素碎片 才对 然后今天的这个目标 主要是 海德的聚火塔 但是 可能 我先把 这个楼下 这块区域给清一下 好像是 如蜜的这个 神奇房子的地下室 应该有一个 元素碎片吧 好像是 我没来过这里 我真的没来过这里 因为我自己玩的时候 也没有通关之类的 现在这个骷髅哥 大概知道 他出招的套路 跟他单挑 应该不是什么问题 他会盾反 他装备的是个小盾 他是 他这个 出血伤害还挺高的 带一个人像 这边的话 没什么吧 下面应该不止一个 骷髅哥 这骷髅颜色还是黄色的 应该是带 带毒还是什么 我这里没来过 所以我小心一点 这是一个出剑 出剑像的这个 前面有个箱子 这边的话 元素碎片 果然在这里 我说为什么 以前打直播的时候 总觉得元素瓶 要少那么些 这里没什么埋伏吧 没有埋伏 这里就有个箱子 开一开 这箱子里面是什么 灵魂容器 灵魂容器 就是 你拿到一个灵魂容器之后 就可以 去到一星天森林里面 里面找那个防火女 然后他就会把你的 这个所有的属性给重置 就是你可以 就是 战士洗成法爷 法爷洗成战士 看你的爱好 然后每周末的话 都可以获得 挺多的这个东西 这么多讯息 巨人 前有咒术 怪物 都是些吹逼的东西 还说这里 有隐藏墙壁吗 不可能啊 这种非平整的墙面 不可能有啊 行 哪无所谓了 或者离 这里 这个房子 仔细看 前有宝箱 是的 楼上是有个宝箱 我就 我已经拿了 我就不去了 他说看仔细 什么意思 不太懂啊 像这种平面的墙壁上面 总会有人说 前面有幻影墙壁之类的 大部分都是假 但是 还是忍不住 因为 如果自己没有绝对把握的话 还是忍不住 回去看一看 OK 那么这里呢 就差不多完事 我们可以去 这个铁匠那边 看那个鸡腿 能不能再一次升级 强化武器 或者我们的鸡腿 其实 不那么执着于升级 也是可以的 我无所谓啊 它棍棒如果加到满级的话 它就有这个 力量修正就是从A变成S 就变成最高级 在这儿我们可以购买一些 这个奴剑 我们可以购买个 大概 40发级就够了 多了也没用 其他的卸行是什么的 我们都不需要 那毛锤就是这个东西 它就是跟鸡腿是一样 但是它 它是一个铁的 它有敏捷的修正 虽然是E 然后力量修正要比鸡腿低一些 然后它削刃有30点 这个削刃的话 要比鸡腿更强一点 所以它用它来打人的话 更容易打出硬直 然后这个刺剑 还有这个细剑 其实都是 这个刺剑的话 也是一个 就是刷图过那个 过BOSS是个很容易的东西 因为它出手很快 就像打咒服者那种东西的话 就是你可以翻滚 然后就是戳它两下 就是很容易找到这种空隙 然后这里的话 也可以购买东西 这一卖商人一套 然后它还买两个法术 一个是灵魂剑 一个是恢复 就是法师跟那个圣职者出气的东西 然后它这一卖个法罗斯之石 但是暂时的话 我们不是很需要 暂时不是很需要 剩下的5000块钱 我们可以 可以跟这个妹子说一下 先强化一下我们的元素瓶 这样我们就有三个元素瓶了 然后再把这个等级 全部升上去 现在的话 还是加力钱 因为之后我们要换装备 换装备 OK 我们做一下篝火 不应该做篝火 在这里呢 我们先 奖励一下之前我们受的苦 我们慰劳一下自己 使用一个人像 让我们重新变得年轻又美丽 好 那我们在这里休息一下 把我们这个因为变成丧失而损失的血量上线给补回来 OK 然后这集呢就相当于从这里就正式开始了 那我们这集的目标就是去海德巨火塔 这集呢不出意外的话就需要打两个boss 都是跟龙有关的boss 一个是猎龙者 一个是龙骑兵 海德巨火塔的一个兵 它有这个400点的魂 在前期的话是比较大的魂 当然我也只打差不多打到这里啊 没后面也有什么刷魂的地方也不是也不是很清楚 但这里的话其实可以大一点魂 如果缺魂的话就可以到海德巨火塔找这些 这些这个 这些骑兵去拿点钱 去改善一下生活 然后海德巨火塔这个 这人的兵的体型都非常的大 如果是这个第一次过来肯定会吓尿 哇操这么大的兵肯定是超强力的吧 其实也没有 并没有 然后这边的话从这个狭角的门出去 突然眼前出现一个昂然的大塔 海德巨火塔半次着bgm这个音效 轰的一下出现在你眼前 那个游戏制作主试图展现出一种非常震撼的效果 其实 其实还好 其实还好 嗯 这个的话其实比较容易掉下去 然后前面就是海德骑士 是一个剑盾海德骑士 打这个其实挺容易的 是你 翻滚 趁他出完招 然后就去 给他一下两下 然后翻掉 啊然后我就中招了 其实他这种 中甲单位的话虽然很大 但是由于有人击退 有对中甲的加成 包括那种 毛锤锤类的装备 对他那种中甲加成的话 他们这个血量是下的很快的 这种视频就是跟他绕绕他屁股后面去抱他局就可以 然后这里有个大锤 大锤海德骑兵 然后这个大锤海德骑兵他会给一个 怀念香木 不是怀念香木 是那个贵人骨灰 哎 跳 说话分心了 当然说这个骑士其实挺比较厉害 然后 海德说想他给的那个东西 然后就受苦 而且我还没做勾火 那之前什么都没有发生 什么都没有发生 我们继续让我们变得年轻又可爱 让我们继续前往海德聚火塔 居然死在了这种 杂鱼的手里 而且海德聚火塔那边的勾火我还没有做 又得重新跑一遍 这次记得一定要去做勾火 不用说做勾火吧 起码是点亮勾火 这样我们如果再死的话 就不用再跑那么多路了 那我们就再次用心灵去感受一下制作组给我们安排的这个震撼的场景 就是从一个狭小阴暗的地下水道突然走到一边开口地 然后一个燃烧的熊熊大火的华丽巨塔在你面前出现那种震撼的感觉 来强行脑补一下 其实也不会被震撼到 就是在这种阴暗的场景 肯定是设计者故意的 像那种狭小的场景 一个狭小的门 海德聚火塔 就带着回音的歌 就回音的声音 就爆一下 ok 然后下面这个 诶 我操 刚才又切出去了 这游戏突然会有时候切出去 我掐一下 ok 我靠刚才这个 吓尿了 如果打boss的时候 这种突然切出去一下的话 你就当场隔屁 出招啊 诶你一下 这种箭矢出招的话 它有 它有这种三连 但它有的时候会在 它最后一招的时候 就会加一击 加一击凸 变成一个四连 所以你不太明白它的套路 这都是血迹啊 然后我们可以点亮一下这里的篝火 那我们就不做了 省得再要把这个海德骑士再打一遍 前面就是那个 大锤哥 刚才不小心把他教做人了 都是意外 我们把这边的 自己的 失去的灵魂捡一下 我们把它勾一下来打 因为这边的话 比较开阔一些 比较好打 逼他一下 逼他一下 有的时候觉得这种大锤哥 他的体力是 基本上是 无限的 哇 就是他 他有的时候会连锤两下 他这个拿到一个贵人骨灰 他这个大锤哥 死了 就再也不会刷新了 然后就默认给你一把贵人骨灰 如果想要刷 他那个海德骑士的大锤的话 估计 要添火 就是往一篝火里面 撒一个叫做什么 萤火的探究者 然后这个一周目的难度 这片区域的难度 就变成二周目的难度 然后就可以怪物就全部重生 叹刀 好 打死这个剑盾 其实只有这边会伸出来一个 这个 这个机关 然后可以欣赏一下这里的这个场景 前面这个地方就是打Boss的地方 如果当然你如果想要利用Bug 或者说利用这个游戏机制 让这个Boss从这个平台上面跳下去的话 直接摔死 那你就不要升起这个机关就可以了 前面有一个印子 扶印 可以召唤一个机友帮你打 我这里就不招了 这里呢有三个海德骑士 但是他们是一个富有骑士精神的这个 这个 这个 身份 所以他是只会找你单挑 他们不会群殴 但是一旦他们的大哥 那个双手剑大哥死了之后 他们就开始 暴躁了 然后他们两个会一起来打你 但是只要你往一边走 然后另外一个就会退回去 继续让他跟我们单挑 哎呀摊刀了 被打一下其实也没什么 插这个位数之后 前期的防御力就非常足够 然后这边还剩一个双手 那个剑盾大哥 三下就能直接打死 非常的不科学 感觉就是 这么小 这么难看 这么瘦小 这么轻的一个木盾 木棍 就把一个这么厚 这么粗壮的一个壮汉 就直接三棍子就抡死了 然后这边打死三个海德骑士之后 这边就会出现 第二个机关 然后就可以把这个平台的外圈也全部升起来 这样的话这个平台就 你就不会掉下去 OK 妥了 前面这里 先不着急打这个双手剑大哥 这边小心点走过这个 这个小道 然后把这边这个箱子开一开 一个绿花草 没什么用 然后把这个双手剑大哥打一下 他可能会接个狠扫 但这个双手剑大哥 防御力明显差了很多 直接就 两下就打死了 然后这里呢 可以召唤一个NPC 叫做放 放浪骑士 古莲科尔 是一个放浪的骑士 不太明白 再召唤出来 我们可以做个动作 哦 增加一下 同时增加我们两个的战斗力 这个动作 但是 因为是初期默认的这样的话 只能增加150%的战斗力 不是很强 那后面会学到一个更强的动作 这边的话 我们进入白欧门就是打一个BOSS 就是 是猎龙者吧 就是 这个放浪骑士 非常的牛逼 当然这个BOSS 其实单挑也不是很难 就是 你只要一只 绕圈就行了 就是你 哎呀又不过了 这个BOSS非常的差劲 就是用那个放浪骑士 古莲科尔去 单挑都没什么问题 在旁边只要一 不停的做那个 怒吼的动作 其实就可以了 我们两个人打他的话 这个 这个BOSS会不停的出硬质 打沃尔也会被他反击一下 但伤害也不是很高 只要你不停的绕他身后 在他身后不停的 打他 他就会 默默的就这样 挥两下击 就什么事情都没有干 就死掉 他是龙骑兵 龙骑兵 说错了 打完龙骑兵的时候 这个雾门消失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上去 完全没有受伤 完全没有哭泣 这里呢可以点亮这个 海德聚火塔的一个篝火 但我们同样不要做 在这边有一个 神棍女 也叫拜金女 我们可以跟他说一下话 长得其实还可以 他这里呢会卖一些奇迹 奇迹呢就是这里 这个游戏里面的魔法 这游戏里面的魔法 分奇迹 咒术 还有法术 各种各样 还有暗术 然后他好像说 他有传播信仰 但是实际上 需要把奇迹的力量 分享给更多的人 这个更多的人 后面跟个括号就是 更有钱的人 更有灵魂的人 他说了半天 其实就是 他说了半天 其实就是 他说要去更有人烟的地方 然后他这里呢就会去这个 如蜜 然后这边呢他可以卖这个圣灵 这个圣灵 这个圣灵就是发动这个奇迹所必要的装备 然后咒术的话就是咒术火 那个手套 然后法术的话就是 帐 然后这边的话 这个戒指两万八千块钱可以 穿了可以提高信仰 其实没什么用 然后这边他会卖很多奇迹 恢复 中等恢复 缩约大恢复 生命力涌现 生命洋溢 都是些 这个分等级的这个治疗法术 然后这边呢还有治愈祈福 原力 原力的话就是你 你震一下 然后周围就是 就相当于是那个神罗天真一样的感觉 都很很垃圾 然后这里呢就要说一下这个雷枪 这个雷枪 之前就是雷枪神教 升起的时候就是 雷枪获得的时候有一级 可以有十发可以使用十次 然后的话 不是一级使用 他就可以使用十次 然后二十二点信仰 基本上 打一周末的话 这种弱雷的这种小怪 就是几下就用秒掉 然后近战可以击腿解决一些 然后这个雷枪可以远程 打死所有的那种有威胁的怪物 那基本上就是无限放动 然后你可以捡到一个雷枪 然后再买一个雷枪 带二十发雷枪 基本上就是天下无敌的节奏 但是现在雷枪已经 因为伤害虚弱的更没有 然后 然后就是 而且只能带三法 再压缝都不够 就是简直就是 雷枪写神教 就直接被打落神坛 就是 再也无法跟鸡腿神教 争光灰 当然现在鸡腿神教也开始 逐渐示威了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不需要一直 当一个鸡腿匠 我们可以 之后再转直 无所谓 但是鸡腿前提实在是 没有什么 可以替代它的装备 或者用刺剑大法也是可以的 刺剑大法现在也是 跟鸡腿邪教 并驾齐驱啊 但是 鸡腿邪教 相当于更加轻松一点 更加简单一些 然后我们打完这边 这个 猎龙人之后 哦 还是要做一下篝火的 还是要做一下篝火 还是要做一下篝火 不是猎龙人 是龙骑士 就是那个 带着啤酒肚的这个龙骑士 非常挫 然后在这边做一下篝火的话 这边这个 这个妹子 这边这个妹子 就会回到如蜜 她要去 更有人烟的地方去 赚钱啊 赚钱 这个拜金女 她说如果你不吝 你吝啬这么点灵魂 你就没办法救她 得到救赎 非常惨 枪 向你吹逼 这边这个双手剑大哥 啊 啊 两下就死 在这边你可以 再次召唤这个 最强近战NPC 放浪7是古莲克尔 她拿的是一把 什么大剑 然后 拿了个小盾 防御力巨高 然后攻击力也巨高 又热又输出 而且特别能拉仇恨 也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在这边 就是跟她忙 一路忙回去啊 走另外一条路 可能有NPC帮忙就太忙了 我靠 骑士有的时候爱打不打的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OK 这边把这边的骑士清一下后 层面还有一个 大剑骑士跟一个剑盾骑士 他们同样是单挑主意者 但是他一旦看到我带了一个帮手 然后他们两个就会一起上 就会一起上 两下鸡腿把他抽死 他们都造装备了 都掉一些这种宝珠 远古骑士 他们会掉远古骑士一套 给你看一下 远古骑士的话非常的重 而且属性也不怎么样 后期可以穿着玩 玩一下 然后这里的话 这个珠子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侵入罪人的世界 是用来侵入其他人的世界的 如果你在这个 你经常入侵其他玩家的世界 然后把那点玩家给杀掉的话 那么你就会得到一个罪恶值 但这个罪恶值不会像其他游戏 什么引诱 NPC来打你 只是一个说法 还有会影响一些 咒术的一些伤威力 没什么特别大的影响 就是 还是鼓励入侵跟反入侵的这个游戏 我不知道这个什么时候我会被入侵啊 这边有个剑盾哥 这个是必须要杀掉的 他出了个四连 他偶尔会出四连 就是砍完最后再补一刀直刺 啊 佛尔会这样的 打完这个骑士之后 这边会出来一个机关 然后这里呢就会 这个吊桥就会直接砸出来 把你砸死 然后在边缘 但是并没有 然后这里呢就会打一个可选BOSS 可选BOSS 就是你可以打他也可以不打他 这个清教教堂 这个可以拿到个古老灰地石 在这里呢 就可以拿到一个 相当 算是神器吧 算是神器 叫做 新人神器 就是 屌命戒指 这个屌命戒指呢 是这么回事 呃 你 就是 死了之后变成油 这个油魂 就是死 活尸的时候 就会 生命值上限会降低 如果你一直死一直死的话 就生命值上限只能就一半 然后你会死得更快 陷入这种恶性循环 只要你 戴上这个 吊命戒指 你死了之后 这个生命上限就会 不会低于80% 你就可以无限的死 啊 各种死 放心的死 然后这里呢就会有一个龙骑士 然后他这里会 漫步走过来 突然 就上来戳你一下 教你做人 其实这个龙骑士 这个猎龙者也很惨 其实没什么特别的 就是你 简单打法就是 招个NPC跟他一起跟他干 但实际上就是 在他往后退的时候 你就是 走到他身边 就快速走到他身边 绕到他背后 一直这样绕 他只会往前打 他没有攻击背后的能力 就是他没有攻击背后的这个技能 但他有的时候会这样跳起来 非常帅气的往前戳 不过这个时候只要翻滚就可以 而且他有的时候会 就是 会跳起来 然后身上放出这个绿色 黑色的光芒 我先等会打 我先打 哦哦哦 哎哎哎哎哎 我靠这是祭死之招吧 哦 我靠 我靠我靠我靠 果然boss都不能小看 我们可以稍微等一会儿 就是他跳起来 然后全身冒电 然后往下一坐 就会造成一个范围的AOE 这是他唯一可以攻击到背后的一招 但是 哦好 但这样的话 算了 我已经描述过了 他实在是太垃圾了 这么让他 他还是 打不够 这是远古猎龙人 然后这边的话他会给一个 狮子戒指 狮子戒指 狮子戒指的话 远古狮子戒指的话 就是 提高一个反击的威力 就是你跟这样招架别人之后 可以反击 但是 没什么大用 然后这边的话有一个 就是 轻叫的一个家伙 叫什么来着 然后这里的话 你需要 跟他说话 他是不会跟你说话的 他需要 你身上有一个叫做 信义 信誉之阵 就是你很有信誉的 对啊 你很有信誉 他才会跟你说话 这个信誉之阵呢 你怎么才能获得信誉呢 就是 你要去那个 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地方 叫什么来着 呃 什么什么森林 忘记了 之后回去 然后这里呢 会得到一个神器 叫长方盾 长方盾的话是 大盾 我们现在拿的都是小盾 就盾或者小盾 然后这个是一个大盾 实际上门板一样大盾 他物抗是100% 还有75%的火抗 非常牛逼 然后的话 他需要30点的力量 我可以拿出来看一下 但是现在的话 我们其实可以双持这个盾 双持这个盾的话 就是 之后会用到 之后会用到 这双持这个盾的话 我们这个力量 只要达到它 二分之三 就是二十点 就可以双持 然后这样就 当一个MT 然后配合一些道具 比如说红眼戒指 就让怪物打你 然后可以跟别人联机 你就你就往个角落 这么一段 这么一蹲 对吧 这种大盾的话 就是怪物打你的话 精力减少会 减非常的少 减非常的少 减非常少的那个精力 就是你可以这样一直 蹲在角落 一直吸引怪的仇恨 然后另外一个 就疯狂输出 然后这个盾的话 是不能弹反的 他这个盾板是这样 灰击 不是灰击 就是这样 这样砸一下 或者一只手的话 就这样砸前面一下 非常的慢 而且我们没有打到 他的力量需求 他用起来会更烂 然后这的话 会得到一个 海德骑士的 不是 是那个 海德骑士的面罩 海德骑士的面罩 其实还可以 但是我们现在的话 还是带这个 旅行商人的帽子 可以增加我们这个 可以让我们青春洋溢的脸露出来 然后呢 还能 不是还能怎么说 还能提高调宝率吧 这里呢有个篝火 清教圣堂的篝火 我们可以做一下 这边这个海德聚火塔 就相当于是打完了 这个清教 相当于就是给清教 你戴上那个清教戒指 你们就可以互相PK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好像有点快啊 瞬间就把这两个boss给清掉了 虽然是用了NPC 但是 其实不用NPC的话 也不是很难 也很简单 就要一直跟他绕 绕他屁股后面 一直抱他菊花 其实就可以 非常轻松的其实 然后这里呢 打完两个boss 就是我们有三万的魂 这个时候 嗯 那说实话 我们可以升级一下 我们要把力量加到 加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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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点好了 然后呢我们要把这个体力往上加 少加一点 少加一点 加一点体力 这个长方盾 我们是不用的 我们是不用的 然后我们在这里可以添火 这个贵人火会添一下火 这样的话我们的元素瓶就可以 变成加1 然后加到11之后就会发出金光 对吧 还可以追什么的 然后还可能有卓叶的元素PJ 这种设定 是不可能的 然后呢这里呢 就是可以去那个 印度R3那边 就这个R3 看他有没有新进什么货 他新进了一些货 他这里呢也卖个大盾 叫双龙大盾 但是这个大盾 我觉得力量是20点就可以拿了 但他很菜 他物理防御 这样不是百分之百 但是他只是20 只是20点就可以拿 这还算可以 然后这里呢 还买一个风筝盾 还可以 而且这里呢 好像是卖大鹰一套 大鹰一套 不算什么好装备 但是如果有收集P 的话可以过来买一下 然后你在这边 这个R3的话 好像每个NPC 你跟他多交易 多花点钱的话 都可以这个 得到一些 就是他会送你一个东西 OK 然后这边看看他 有没有新进什么货 没有 并没有 Lively time stays off OK 那我们做一下篝火 因为现在是比较 打得比较快 像这种视频 其实每一集 可以做的稍微长一点 无所谓 无所谓 真的无所谓 那我们就可以去这个 其实可以去密岗 那我们去海德巨国塔 这个 现在就可以去密岗 然后密岗 跟那个 打完这咒咐者的那个 就是那边那个鸟巢 之前说过 是一样的功能 都是去那个 移往囚龙 但是密岗的话 你需要再战斗一下 不过密岗有些好东西 所以呢 这也是没有东西 忘记了 就是 还是要去一下 还是要去一下 然后密岗有个非常菜的boss 也可以虐一下 当然密岗可能 又要打好几遍 嗯 或者这样吧 这个视频可以稍微掐一下 我打到密岗之后 然后再开启下一批 这这这这集呢 就先打到密岗再说 然后这里呢 会有一些海德骑士 在下面 他们都是单挑主义者 所以 很好打 哦 哦 fuck 这里可以打得稍微忙一些 海德骑士 比较菜的 现在的话 打这种剑盾骑士 需要三下 然后大双手剑骑士 只要两下 非常的垃圾 这边呢 其实可以刷一点魂 然后这里呢 可以得到一个人像 跟一个什么什么药丸 那个药丸 其实就是 怎么讲 就提高你 暂时提高你的暗抗 不是很有用 然后这边它会得到一个 远古骑士长斧 啊 是这个样子的 它是一个 几类的东西 然后这种几类的东西 你架着盾 做出一个格挡动作 然后你可以这样 哇这个不行 这个不行 可能就是不好用吧 这个这个其实挺菜的 这个装备 好 那我们直接下去 在这边都是血迹啊 不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这里会被这么一个 海德骑士 一个剑盾战士 给交作人 这么多次 这个完全不知道为什么 就为什么这里会有这么多血迹 第一次来的时候 我还觉得前面会不会有 什么非常惊人的埋伏 然后并没有 而这边的话 这边可以过来 然后什么都没有发生 不知道这里是什么意思 不是很明白 前面有个海德骑士挡路 OK 出完招就连按三下 然后我们就 受苦了 我靠 不该跟他这样硬拼 不过 无所谓前面就是一个篝火了 在这里就可以 坐上我们的亲爱的电梯 但是他 好像是 我想想 这边扳手 应该是不能拿的 我们可以直接滚出来 看这个电梯 会到哪里去 看一下周围下面的这个路 路程上 会不会有什么 可以捡的东西啊 然后并没有 因为我看到这个 那个 那边有一个留言 估计是被坑了 就是说 他在那个 那边那个地方说 呃 扳手很有用 就是说 在这个位置 应该是有人留言的 他在这边留言说 扳手很有用 所以我不知道这边 会不会有什么 就是说 拉着那边那个扳手 这边会不会就是限时 无畏 太阳万岁 呦 就是让你们去右边 左边是没有任何东西的 好吧 我被坑了 那我们这里就要重新 召唤一下电梯 非常的难过啊 被人坑了 又是这里 什么意思 为什么会有七个人 评价这个东西 然后我们在上面 俯瞰了一下 下面也是没有什么 那个 就是说 有什么魂 或者说有什么装备可以解 那我们直接乘坐这个电梯 到达密钢 也不知道这个电梯 是什么为动力的 什么什么样的黑科技 可以支持这个东西 存活一千多年 而且这样运转的自由 感到周围也没什么东西啊 天知道这里人是怎么死的 看一下 为什么这里会有血迹 噗 他是 把电梯 站上去啊 难道是 等一下 下面有东西吗 并没有啊 并没有 他可能是看了一些什么留言 下方有什么 宝物 然后他就 直接就纵身一跃 义无反顾 然后这边也没有 这是很多的水 然后这边有个海的骑士 三刀骄坐人 三刀骄坐人 一楼似乎是没什么东西 然后前面往前走就是密钢 就是密 但这边有个洞 我这 忘记了 如果这里洞上去的话 会有什么东西呢 有没有海德骑士在上面拦路啊 并没有 接下来又很有用 哦 这里有个箱子 这结构跟上面是一模一样的 这里呢可以得到 骑士一套 这个骑士一套呢就是 好像是一代的这个 选骑士的话就是 这么一套装备 很重 而且很烂 毫无价值 就是只是一个 就收集上的东西 你可以拿到一代的时候 这个一套装备 然后这边是一个坏掉的门 什么都没有 我们在这里留个盐吧 我们在这里留个盐吧 接下来 又很有用 但 又很有用 前面有 物品 宝箱 不对啊 这不是我的风格 左很有用 好 当然不是我说错了 有的时候 大部分的思维都走到这里 然后 左右张望一下 看到脚下一个东西 然后他会这么一 一看 左很有用 他就往左边走了 大部分都是这样子 所以 我没有乱说 对吧 你看之后就会 有人会给我赞 赞了 如果你的留言 被赞了的话 那么你在战斗中 你就会回血 非常地棒 好像走反了 好 那么前面呢就是 到达密岗 不过在密岗 我蛮有可能会 受死啊 不是受苦 我直接受受死 不好说 也是有可能的 那我们先看完这个 卡白大师的这个 剧情 大家都知道这边 有个NPC 就是叫做卡白大师 然后他带了一个 非常奇怪的面具 实际上是一个妹子 而且非常的呆萌 我们先做一下勾火 就呆萌体现在各种意义上 他跟我们一样是一个 普通人 他为什么带面具呢 因为他是个妹子 但是呢 他受了这个 不死人的诅咒 然后他就慧容了 他是脸上有一个 不死人诅咒的印记 并且这个 诅咒的力量越来越大 他正在向一个不死人转化 他的记忆力逐渐逐渐的下降 但什么奇怪的地方 你真是个奇怪的人 我一直在避免人 你一直在避免人 你一直在避免我 你一直在避免人 你一直在避免我 你能看到你在避免旅行 你只要吃一颗人像 你就会像我一样 青春美丽 富含胶原蛋白 但是呢 他根本不知道这一点 他说 不需要客气 反正我的身体 非常的淫荡 估计是 不死人这种诅咒 估计是 估计就是类似于像是 艾滋病啊 灵病啊 这种 在某种途径下 会传播的疾病 然后他有个哥哥 也是一个不死人 所以信息量非常的大 因为他来到 多兰古雷哥的时候 应该是一个 应该是一个普通人 但是现在他中了诅咒 就开始变成活尸 开始逐渐失去记忆力 是个非常悲剧的角色 然后他之后还会 给主角一个人像 就说 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 有什么用 给你好了 然后反正看你 感觉挺好的 之类之类的 其实他只要把这个人像 往胸口咽 他就会马上痊愈啊 他完全不知道 OK 那么前面呢 就到达了密岛 这个非常黑暗 也比较 不算很难的一个场景 但是 有点恶心 所以呢 这一批就到这里结束 下一批呢我们就来 攻略密岗 OK 那么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